好 下面我们再看一看一个重点词 就是表示什么什么的一个成分 其实它的本意就是元素或者是要素的意思 我们大声跟老师读一遍 Element 再来一遍 Element 叫做元素或者是要素 元素或者是要素 但是本文中它用在这个固定搭配里面 就是表示有点道理 就是有一些真实性的元素在里面 这个结构大家回忆 我们在第九个飞猫里面讲过 有点道理 作为固定句型 特别用在书面中 希望大家牢牢记住 叫某个东西多多少少有点道理 咱们复习这句话 这个不要按照字面翻译成 它说的话有一点真实的元素 这个不好 直接翻译成 它说的话有点道理 不是完全胡说八道 有点道理 这个搭配不得记住 这是Element这个词 用在固定搭配里面 但是我们知道Element这个词 它的本意确实表示元素或者是要素 这个意思 我们可能最常见的一个用法 就是chemical element 这大家都知道了 是什么 就是化学元素 化学元素 大家可能在中学学过 青海里皮 蓬碳淡氧 佛南纳梅 铝棍 零零路亚 什么甲盖纳梅铝铁锡千青铜骨音波金 李老师当时也被迫地背这个东西 现在还记得 这些东西都属于chemical element 化学元素 但是我们知道在古代 当时还没有人发现 化学元素这个东西的时候 这个element本来表示基本的要素 什么基本要素呢 就是古希腊的时候 人们认为地球是由四大元素组成的 特别是当时希腊三贤的第三位 就是埃尔利斯多德 他认为地球是四大元素 就是地 水 火 风 来组成的 四大元素 这个分类是有道理的 地就是固体 水就是液体 风 风就是气体 而火是能量 所以固体 液体 气体能量 相互间的转化 四大元素 他认为物体越重 下降速度越快 物体越轻 上升速度越快 到了地方就停了 你看石头一送出 呗掉到地上停了 水蒸气飘到空中 形成云彩 就停在那了 这个还包括什么 他认为地球是四大元素 但有人当时质疑他 说那你说固体会下降 那日月星辰 也是大圆球是固体 它为什么没有落到地上来 它都没法解释 它就瞎编 它是在地球之外的物体 是由另外一个东西组成的 它起个名叫仪态 这是个纯净的东西 它是不会下落的 它会浮在空中 仪态这个词 后来还在天文学中 借用了这么一个词 那是第五种元素 我们看到大导演 吕克贝松 在好莱坞拍过一个大片 叫做The Fifth Element 第五元素 这个科幻片 就是用的这个典故 外星人 外星来的是第五种元素 地水火蜂 英雄所见略同 在古老的东方 也认为地球上是地水火蜂 四大元素组成的 中国人不一样 中国人认为是金木水火土 多了一个 古印度也认为是地水火蜂 只不过当时古印度的佛 看法比西方三贤高明多了 佛说这四个东西 地水火蜂 这四大元素 不是真实存在的 它没有自性 只是由不同的很小的东西组成的 佛叫一核像 拼到一块的一核像 它可无穷尽地分下去 无穷尽分 越分越小 到最后就空了 就没了 没有自性 所以佛说一句话 叫四大 怎么样 大家听说过 叫四大皆空 咱们就明白 这四大就是指这个basic elements 地水火蜂四大元素 这不是真实存在的 它没有自性 而只是表面上给视觉的一个感觉 认为这是个东西 这个爱因斯坦 其实已经证明了 物质不存在 物质只不过是能量场 相对集中的地方罢了 大家看到屏幕是里面 有一个李老师在讲课 其实完全没有这个人 只不过是屏幕一些像素凑的一块了 就包括我的真人站在这 只不过是原子 分子 质子 夸克等等 拼到一块 构成这个形象 没有李延龙这么一个真正的人 这人其实是并不存在的 只是你们肉眼的错觉 这个是这么一个意思 这个地水火蜂 就是说 Earth Water Fire And Air 地水火蜂 这四大元素 叫做Element 因为天地万物 是由地水火蜂拼成的 所以我们才有这么一个短语 叫做The Elements 什么叫The Elements呢 就是自然力 就是natural power 自然力 尤其表示什么 什么雷变 风雨 这些大层的力量 因为自然界是地水火蜂 四大元素组成的 对吧 人工复数吗 我们出现一些重要搭配了 像struggle 或者fight 或者battle 都跟 借词against 搭配 Against the Elements Struggle against Fight against 或者用动词 battle 但是动词了 Against the Elements 与大自然作斗争 尤其跟恶劣天气 雷电闪 什么大雪 等等 这就是毛主席说过的 战天斗地 与大自然作斗争 就这么一个 又因为element表示 基本元素的含义 我们稍微派声一下 就出现它的形容词形式 就是我们基本的 什么初步的 什么初级的 这么一个重要形容词 就是我们大声读一下 Elementary Elementary 这个好理解 Element Element 就是基本元素 那基本的 入门的 初级的 叫Elementary 你看在美国 管小学 一般就叫Elementary School 就是讲基础知识的 这个学校 我们读一下 Elementary Elementary School 这是指小学 只不过一般 在英联邦体系里面 更多的是用Primary School Primary也是最基本的 最重要的这个意思 我们再大声读一下 Primary School 我们知道 说的是一回事 Elementary 这个含义就好极了 因为它来自基本元素 Element 顺便记住 有点道理 叫There is an element of truth in 这个结构 同时记住就好了 好 这个重点词 我们跟老师看到这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 咱们来看一看机会 这个词 好 我们先大声再读一遍 Opportunity 再来一遍 Opportunity 叫做机会 同样的 如果英国人呢 会强烈的有一个耶 这个音 叫Opportunity Tew Tew 有个耶在里面 我们再读一遍 Opportunity Opportunity 但美国人就Tew Tew 费劲 美国人懒 所以一般来说 又这个音到了美音中 往往就把耶 这个半原音去掉 而指声就O 变成Tew Tew Tew 也不能用Tew Tew 不是Tew 子 这个T 舌尖不是顶在上牙的牙根 而从上一牙根往后滑一点 Tew 不是Tew T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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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声音 我们再读一遍 Opportunity Opportunity Tew Tew U Tew 变成Tew 这个声音 这是机会 这个词 我们重点继续搭配就好了 我们经常说 一个宝贵的机会 怎么说呢 我们这么来说 首先我们可以说 A Golden Opportunity 一个金字般的机会 这是固定搭配 Golden 不是黄金 而是金字般的 黄金的金色的 你像金牌 我们叫Gold Metal 就不能叫Golden Metal 但它的金发 就都是Golden Hair 而不能是Gold Hair 纯金的头金丝 那梳头就不方便了 所以Golden 是像黄金的 金字般的 我们读一下 Golden Opportunity 叫做宝贵的机会 如果更宝贵一些 我们就说 哎呀 这一生一次的机会 这也是固定搭配 叫Once in a lifetime Opportunity 一生就是一次 更宝贵了 我们读一下 这个非常宝贵的 一生只有一次 特别棒的 我们大声 注意一下这个年读 Once in a lifetime Once in a lifetime 大家注意连读 Once in a lifetime Once in a lifetime Once in a lifetime 连在一块 在里面 Once in a lifetime Opportunity 好 这是一生一次的 宝贵的机会 这是这个形容词限定 这个表示宝贵的机会 那同样的 我们这个动词搭配 也特别重要 比如说 错过了机会 咱们用Miss The Opportunity 可以这么说 抓住了机会 用Sease The Opportunity 这固定搭配 把他抓住 抢过来了 抓住了这个机会 还有一些谚语 机不可失 叫做Opportunity Seldom knocks twice 这个机会 很少 第二次敲门 两次敲门 第一次 登登登 不离我 走了 再开门 没人了 机不可失 时不再来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 那还有一个 常见搭配 我们经常 中国人这么 让我借这个机会 来做这个事 让我借此机会 趁此机会 但借 不能用Borrow 这个不行 这不能字面翻译 咱看过的再写 听过的再说 老外用过 咱们就可以放心用了 李老师在课上讲到的 咱们可以放心写 放心用 用错了 李老师负责 你找我来 另外我们用这个搭配 叫Take The Opportunity To Do Something 趁此机会 借这个机会 做模式 比如说 我们看例子 让我借这个机会 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Let me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introduce myself 让我借这个机会 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我是某某某 可以这么说 再比如说 Let me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thank you 让我借这个机会 好好来感谢一下你吧 平时呢 咱们总没有这个 这机会见面 今天刚好 我带了两毛钱 借着这个机会 来感谢你吧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do something 这是机会 这个词重要的 使用词 动词搭配 还有重要的习语 这样的话 这个词就活了 否则的话 你认识 但是它就死了 好 这个重点词 我们个老师就看到这了 那么下面一个 比较重要的词汇 我们最后看一看 这个真诚地 由衷地 这也是一个 非常非常重点的表达 这个重要的副词 我们跟老师 再大声读一下 Genuinely 再来一遍 Genuinely 由衷地 真诚地 怎么怎么样 就发自内心的 不是假的 心口如衣的 真诚地 这种感觉 咱们大家喜欢 你比如说 看一个 它的同义词 这两个经常可以替换 尤其是这个词 用在信里边 特别多 Your's Sincerely Sincerely yours 您的真诚的 什么什么 这个用在信中 是更常见 但这两个表示真诚的 在句子中 一般可以替换 我们分别再读一下 Genuinely Genuinely Sincerely Sincerely 常见词 都是表示真诚的 发自肺腑的 发自内心的 你像我说 He was genuinely glad to see Mary 看到玛丽 怎么样 她感到由衷的高兴 这个高兴不是 皮笑肉不笑这种 脸上乐 心里也乐开了 真诚 内心中也高兴 脸上也高兴 这种感觉可以用它 我们当然也可以说 He was sincerely glad to see Mary 也可以 这两个副词能替换 那么 它的形式形式 就是真心的 那么 当然你Sincerely 也能去到I1 没问题 我就不说了 咱们读一下 这形式 Genuine Genuine 好 它本身可以表示 真诚的 或者真心的 当形式来用 当然咱们看一个 简单例子 He has a genuine love for his family 他真心的 爱着他的家人 爱着老婆 爱着孩子 可以这么说 对吧 你看真心的爱 就是genuine love 而且老师在以前说过 对某人的爱情 一定后面加for 而不要加to 这个表示感情的词 爱 恨 激情 怜悯 后面这词 一般要加for 他真心的爱着他的家庭 可以用它 叫genuine 但genuine这个词 不但可以表示真心的 也可以表示真的 不是假的 这个东西是真的 不是伪造的 也可以用它 你不信 咱们看一看 在第28课里面 就是134页的第15行 134页的第15行 咱们看这句话 叫 it certainly looked genuine 这个金笔看上去 确实是真的 这个金笔不是用铜仿造的 是真或是真的 派克金笔 在这也可以用它 叫genuine 这是真的 多一词 这个意思也可以用它 好 这是表示真 真诚的是真的 不是假的相关词 我们看了这 下面咱们看看几个假的反译词 第一个 我们先看这真诚的 真诚的它的反译词 咱们可以用虚伪的 虚假的 伪善的 这么到了第三单元 咱们会碰到一个类似词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hypocritical hypocritical 好 这个词就虚伪的 伪善的 心口不如一的 说一套 做一套的 这可以同时记住 还有一个假的 咱们叫人造的 人工的 人造的 这个假的不是贬义词了 就是人造出来的 你用真的 我还害怕呢 我们先读一下这词 artificial artificial 同样读快之后 这个arty会轻轻处 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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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上一个声音 我们再来 artificial artificial 人造的也是一种假的 比如说artificial hair 叫假发 artificial tooth 叫假牙 你要弄个真人的牙 我还害怕呢 artificial 注意我们说了 mb结尾的话 b一般都是不发音 叫lim 憋住嘴 这b不发音 lim是鸟类的翅膀 或人的四肢 都可以用它 放在一块 就是什么假肢 假肢 意肢 就是假胳膊 假腿 残疾人用的 人造的 它也是一种假的 还有一个词 这是非法的 叫伪造的 尤其用在钞票 咱们还记得在残钞界 没有鼓住那颗书 我们见过 假造的 仿造的钱 我们大声读一下这个词 fake fake counterfeit counterfeit fake money 叫伪钞 counterfeit money 叫伪钞 这是犯法的 这是非法制造的 伪造的 可以这么说 还有一个也是我们常说的假的 叫盗版的 这个不是正式出版的 这个词我们在第五课里面讲 那个出版publish 应该是讲过 正式出版的叫publish 盗版叫pirate 形式在这个字母地 pirated就好了 我们再读一下 pirated pirated 盗版的 pirated CDs 盗版光盘 pirated books 盗版书刊 等等等等 这个几个假的 可以跟这个真的同时记住 放在一块 把它记住就好了 好 十二课重点词不少 希望大家仔细复习 把它牢牢的记在脑子里面 这个出生词和短语 我们跟老师就先学到这里